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近日台海和南海局勢繼續升溫 中國解放軍的遼寧號 近來威震西太平洋 因為美國有多艘航空母艦 先後受到疫情影響 所以就要回到武港那裡進行隔離 於是整片海域只剩下遼寧號一隻獨霸 在遼寧號出巡期間 台灣方面有消息傳出 說他們成功試射雲峰飛彈 到底是甚麼事? 原來台灣中科院最近在屏東九龐基地 密集式試射多款導彈和火箭 包括雲峰的中程飛彈 如果今次試射確認成功的話 就有望投入量產 到底雲峰飛彈有甚麼特別? 就是外界的推測 射程範圍可以去到1500公里 甚至乎有種說法是2000公里 如果在屏東來計算 1500米的射程範圍 其實就是包括了上海和重慶這些大型城市 至於說到2000公里 更加之可以覆蓋到北京 根據有些軍事專家解釋 就說這隻雲峰飛彈 主要不是用來攻擊敵人 而是用來剝奪敵人的作戰能力 包括射到港口、機場、軍事單位的作戰中心等等 這樣就可以打亂到敵人的軍事部署 這個雲峰飛彈究竟今次是成功與否? 根據知情人士指出 測試採用垂直發射方式 將雲峰飛彈點火發射到預定的幾十公里高度之後 再加速數十秒 達到預定目標就當是測試完成 因為是受到觀察距離的限制 換言之在這一刻 未曾試得到 到底射程範圍是否真的可以去到1500公里 甚至乎是2000公里那麼遠 只不過在這個發射站的觀察範圍裡 已經是成功了 到底可否真的試真點去 是否去到那麼遠 原來是可以的 根據軍事專家所說 首先要安排一隻海上機動的飛彈觀察站 駛到雲峰飛彈的預定飛行目標的公海海域之上 而這隻飛彈觀察站 同時具備了導彈追蹤和觀察能力 若然那隻船駛到過去公海才再射 我可以試得清楚 而且不受海域限制 因為你在公海裡頭 好了 現在台灣就玩這棵東西了 大陸又如何呢 解放軍的遼寧號航母編隊 就被日本海上自衛隊觀察得到 他們是通過了這個 沖繩和宮古群島之間的海域 就駛到東海那邊 與此同時 美軍的尼米之號航空母艦 就強勢地回歸西太平洋 而且還提醒中國不要太過囂張 中國國防部日前宣稱 美國海軍非法入侵了西沙群島領海 美國國防部回應說 在國際法允許之下 將會繼續航行 尼米之號強勢回歸 遼寧號暗然回歸 只不過前陣大陸有消息傳出 有些畫面拍了出來 就說遼寧號和另一隻航空母艦 山東號進行了聯防演習 只不過那個日期是何時呢 我相信又不是近期 因為近期說去南海那樹進行演練 都只有遼寧號一隻 都不見到山東艦 到底那些片段是何時拍的呢 真是不知了 接著又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台灣方面 衛生福利部長陳時忠 正式寫了一封信過去澳洲媒體那書 遊說澳洲方面 支持台灣加入世衛組織 他真是厲害了 掌握得到這個時機 乘駐中國外交部的戰狼發言人 和駐澳洲大使暖廢之際 爭取別人的支持 到底陳時忠這封信裡頭寫什麼呢 其實他同時投稿了兩份報紙 分別是適離的神報和世紀報 他在這封信裡頭說到 如果世衛組織的使命 確保得到每個人都能夠享有最高標準的健康 這樣世衛組織真的需要台灣 就好像台灣需要世衛組織一樣 任何地方出現衛生危機 都有機會演變成全球問題 台灣希望在這場大流行疫症緩解之後 世衛組織能夠真正的了解傳染病是無國界的 不應該將任何國家排除在外 以至成為全球衛生安全的重大缺口 台灣目前你都說 雖然不是世衛成員 但不能夠孤軍奮戰 必須被納入對抗威脅和挑戰的戰役之中 到底在澳洲裏頭 有哪些人正式表態支持台灣加入世衛組織 主要是政黨領袖 澳洲政府目前未曾表態斬釘截鐵地支持台灣加入世衛組織 只不過他呼籲世衛組織 要發出邀請給台灣 讓他參與世衛年度大會 目前已經表態要呼籲世衛組織 以及給予台灣正式會席的 局限於政黨領袖和議會議員 另外澳洲方面 人們繼續硬硬 雖然面對著中國的民工武客 一樣不怕 搞什麼經濟威脅論 梗爽和澳媒在外交部的記者會上 竟然說是涉獻唇槍20分鐘 這是根據澳媒記者的消息所說的 因為根據大陸媒體 這方面是查不到資料 即是在現場氣氛也罵到非常緊局 到底澳洲方面 澳洲逐個內閣成員出來表態 就不像英國 英國真的是把鬼 又要再說為什麼呢 前附近英國首相約翰遜確診入院的時候 有一些英國內閣成員 他們沒有具名出來說 全部都是匿名 通過一些新聞機構出來放風 說英國內閣有些成員 他們都是不滿意華為 不滿意中國 就要對華為參與英國的5G網絡建設 重新考慮什麼什麼 而且代首相藍韜文也有出來說過相關的事情 最後你們又要拍板給華為繼續參與 這些就是沒有吉士 根本是軟皮蛇 所以就算是八國聯軍也好 八國聯軍也好 根本上你英國都是最傻的 連尼日利亞都懂得開天殺價 是不是 你英國在做什麼呢 我就是不了解 人家澳洲政府整個內閣 上次總理莫里森 跟著他那些跟班的內閣成員 逐個出來表態 最新就到了澳洲的財政部長 費雷登伯格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澳洲政府主張 比照武器調查員的授權級別 派遣獨立的監察人員 調查一下中國自從這個疫情 爆發以來的所作所為 那又是對於中國的態度夠強硬 英國經常都像軟皮蛇一樣 你真是提不起勁 人家澳洲的內閣成員 全部都是實名地發言 費雷登伯格還說到 中國近日針對澳洲的言論 實在是荒唐 目前已經有幾千上萬人死於疫症 獨立調查的建議是合情合理的 澳洲是絕對不會向經濟脅迫低頭的 這個表態很清晰 英國又怎樣呢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吹噓 說BNO平權 我從來一句話都不說 因為知道英國的本質就是這樣 若然他是要給你BNO平權的話 一早就不會發BNO 一早就給了個BC我們香港人 發過BNO正正就是權宜之計 有些權利就是被剝奪了 又沒有繼承權的 就算被你爭取爭取什麼呢 現在只不過只有自由民主黨 是在英國裏頭幫香港人說話 只不過自由民主黨在上次的選舉當中 都仆值 那裡糟了 英國的幾個主要政黨 根本上是愛理莫理的 老實說 香港作為英國的前殖民地 根本上他有沒有好好地監督到 《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 反而美國的監督比英國更強力 故此我一直都認為 求助於英國等同於白費心機 因為似乎他們自己都未能預計 你說求BNO平權 不如索性移民去其他國家更快節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